同学们大家好 在初圣堂时期 除了有山水田园师派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师派 那就是边赛师派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学的是从军行 好,那么学习本课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我们需要学习的目标 一,了解诗人的生平概况和边赛师的特点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古诗 背诵和默写古诗 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三,理解诗的内容 感受诗人杀敌报国的壮志豪情 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难点 好了,那么学习本节课之前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题目 从军行 那么从军行是岳府就提 那么岳府解题中说 从军行兼军旅辛苦之词 好,我们看一下本节课 这个古诗的作者简介 作者王昌林 那么唐代边赛师人 我们要记一下边赛师人 那么自绍国江宁 经山西太原人 那其诗含蓄生晚浑厚明快 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称号 那其七绝与谁呢 李白其名 被诗人誉为七绝圣首 这都是我们给他插上的标签 我们要把它记下来 那么代表作呢 从军行七首 从军行总共是七首 而我们今天学的是第四首 从军行七首 还有马出赛王昌林几等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诗的一个写作背景 圣唐时期国力强盛 君主锐意进取 卫边阔土 人们渴望在这个时代啊 展露头角 有所作为 武将把一腔热血洒向沙场 建功立业 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 用他成雄悲壮的豪情 写了一曲曲雄魂磅礡 贵立壮美的诗篇 从军行七首就是圣唐诗人 王昌林采用岳府旧题写的此类边赛诗 此诗是其次 我们今天学的是第四首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节课的相关知识 那么边赛诗 我们要跨一下 边赛诗又称什么啊 初赛诗 那是以边疆地区汉族 居民生活和自然风光 为题材的诗 我们把这个记录下来 什么是边赛诗啊 或者是初赛诗 那么一般认为啊 边赛诗初步发展于 汉魏六朝时代 随代开始兴盛 唐济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么据统计 唐以前的边赛诗呀 现存不到200首 而这个全唐诗中呢 所收集的这个边赛诗呀 就达到了2000余首 那么其中有些宏伟的篇章 不但是汉族文学的宝贵财富 而且呀 极具有历史意义 好 那么边赛诗人是什么呢 边赛诗人就是指呀 古代以边疆地区生活和自然风景 风光为题材写作的诗人 那么边赛诗人多以诗歌描写 边地的山川景物 风土人情 反映了赛上战争和军旅生活 那么边赛诗人的杰出代表有谁呢 我们记下 高氏 曾申 李奇 王昌龄 王之焕和王汉等 我们都可以记录下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诗歌 我们先一起朗诗 从军行 唐 王昌龄 青海 长云 暗雪山 孤城 遥望 玉门关 黄沙 百战 穿 金 甲 不破 楼兰 终 不 还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诗歌的一个内容 从理解大义开始 那首先呢 第一句是什么呀 青海 长云 暗雪山 你看这一句话 他说出了几个地方呀 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什么呀 青海 青海是哪里呢 就指的是青海湖 在今 青海 首 好 第二个是长云 就是什么呀 层层的 浓云 雪山 是什么 即 西连山 山殿 中年积雪 古云 好 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呀 在青海湖上 绵延的云彩 使 雪山变得 暗淡 好 下一个 孤城 遥望 玉门关 那么我们看 玉门关指的是什么 就是 古关明 古指在 今甘肃 敦煌 西北 敦煌 西北 那么这句就是 一座城市 遥望着 玉门关 好 我们看一下整句 青海长云 暗雪山 屋城 遥望 玉门关 那么首先呢 第一句 青海 长云 雪山 虽然很简单 那句话 可是为我们介绍了 三处景 那也说明了 这个 边地之景 是什么呀 荒凉 荒凉 好 下面 那么下面 至于他遥望着这个 玉门关 往家乡的这个方向 那可见是 思归之情 非常的什么 深切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他写景 这句话是写景 那么 壮阔 悲凉 刻画了西北边在 戍边 将士生活 战斗的 典型环境 一句话 是吧 我们介绍典型环境 那么 荒凉 并 坚固 同时呢 也流露出其 什么 思归之情 不光荒凉 是不是 环境非常艰苦 同时呢 将士们也非常的 思念自己的家乡 好 我们再看这个 黄沙百战 穿金甲 那这个穿呢 这里的穿 我们看一下这个意思 是指把铠甲都什么 穿破 磨破 的意思 那么就是 黄沙漫漫 将士们身经百战 铁甲都被磨穿了 那可见这个战争呀 是非常的艰苦 同时我们也能知道 是非常的什么呀 平凡的 非常平凡的一个战士 好 不破楼兰 终不还 这样一个话 楼兰指的是什么 去谷国民这里泛指 西域地区的 各部族政权 那么就不 不攻破楼兰城 坚决不回家 坚决不回家 可见我们这个 这个将士们 这个决心 这个决心 好 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那么 从这个第一句 这个九树之苦 非常的残酷 残酷到什么程度呢 铠甲都被 磨破了 穿破了 那么后面呢 是什么 说我们这个 将士之的什么 决心 决心 什么决心呢 破敌之志 什么 非常的豪壮 好 那么 百战 百战是说 战士之什么 平凡 是不是 那冠以 黄沙二字 就突出了 西北战场的 典型特征 典型特征 那百战而至 穿金甲 可见 可想 更可想 这个战斗之 艰苦和激烈 同时呢 也可以想 哎呀 在这漫长的战斗岁月中 有很多将士都怎么样呀 壮烈牺牲了 壮烈牺牲了 很激烈 是不是啊 这个战士 很非常激烈的 好 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主题思想 那么本节课指向 从军行 通过对哪里呢 西北边 地广莫 壮阔的 风光的描写 是不是 地狱先写了井呀 通过写井 然后变成什么 思念的家乡 最后呢 表现了 戍首边疆的将士们 杀敌报国的 壮志决心 从写井到思念家乡 是不是 再从介绍这个战士的贫乏 一直到什么呀 他们这个金钟报国的这个决心 都体现了 这个从军行 这种诗歌所要歌颂的这种感情 以及要描述的 他们当时这种情景 非常的贴切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课外的一个拓展资料 课外的一个拓展资料是什么呢 从军行起义 我们说的从军行 总共有七首 总共有七首 我们刚才介绍的是第四首 而我们现在来认识一下 第一首 其印 风火成熙 百尺楼 黄昏独上 海风秋 更吹枪笛 观山月 无那金归万里愁 那么 这首诗啊 它的大意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就在风火台的西边 风火成西边之后 又高高耸立着一座树楼 那么黄昏时分呢 独坐在这个树楼上 就任凭着从湖面吹来的秋风 撩起自己的战袍 那么此时呢 又从什么远处传来一阵 幽怨的枪笛声 那吹奏的是什么呢 观山月的雕子 无奈这笛声更增添了对万里之外 妻子的一个思念 妻子的一个相思 好 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归纳总结 首先题目是 从军行 从军行 其次 从军行 那么所见 所见到什么呢 几处这个边疆的景 什么景呀 青海雪山 孤城河 玉南关 同时呢 这一句啊 所见这个告诉我们呢 这个边疆这个战事 这个环境啊 非常的艰苦 非常的艰苦 那么所想是什么呢 所想是什么呀 身经百战 战事特别的平乏 平乏平乏 那么穿的铠甲都被磨破了 那从被磨破我们了解到了几点呀 了解到了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呀 在这个战争呢 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其次呢 在这场战役中 也牺牲了许多的战事 那么最终呢 他们还要想到什么呀 就破楼兰 是不是 那说明了战事们要攻破楼兰的这个决心 攻破楼兰的决心 好 我们看一下 最终总结 戍边辛苦 杀敌宝国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典型提解 对下列诗句理解不正确 我们读题目的时候 如果说还怕自己就是忘了呀 或者这个有时候做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比较重要的词 我们用笔圈起来作为一个提醒 那么这道题上我们画的是不正确的一项 好 我们看第一个 青海长云暗雪山 那么一句写了青海湖上空 浓云密布 使雪山也显得黯淡无光了 展示了戍边将士们恶劣的生活环境 对不对呢 是 对的啊 我们刚刚在第一句解释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说过了 好 我们看第二个 国城遥望与门关 那一句写了边塞的遥远及戍边将士们对家乡的思念 对不对呀 是对的啊 好我们看一下 一句写出了战争的平凡和残酷 非常好 那么这个穿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这个穿体现了两点啊 不光是平凡啊 还有非常残酷 因为什么我们从来可以了解到也是很多的将士们的牺牲啊 好最后 不破楼兰 终不还 一句中写 戍边将士有家不能归的怨愤之情 是怨愤之情吗 是 金钟报国的决心 是金钟报国的决心 那么 该选哪个呢 无疑就是 D了 就是D了 好了 那么这道题呀 是对诗句的意思的理解的一个考察 那么 D选项呢 它写什么 戍边将士有家不能归的怨愤之情 是错误的啊 那么 不破楼兰 终不还 这一句表达的是 戍边将士们 誓死杀敌 报国的壮志豪情 是吧 壮志豪情 决心 好 那么答案就是D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道这个典型的题解 翻译下列十句 第一个是 青海长云暗雪山 古城遥望 玉门关 好 那么这道题呀 主要考察是我们这个 对这个句的这个理解啊 翻译的一个能力 语言组织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道题呀 首先我们要掌握诗句中重点的这个词字的意思 比方说雪山指的是哪里呀 青海呀 什么意思 是不是 那么看一下啊 雪山指的是其连山脉长云 层层的玉门关 就是古关明了 那么这一块就 青海湖上的绵延的云才石 雪山怎么样 黯然失色 就是暗淡下来了 那么一座城池 遥望着玉门关 就是我们的思念家乡了啊 大概就可以解释成这个样子 已经很好了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那么这一句话 也是在考察我们对这个 古诗的一个理解能力啊 翻译过来一个语言组织能力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掌握是 诗句中的重点词的意思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穿是什么穿呀 就是穿破和磨破的意思 穿破磨破的意思了 那么黄沙漫漫 将士们身经百战 铁甲都被磨穿 那不攻破楼兰城呢 坚决不回家 好了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掌握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